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欢迎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 我是杨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介绍的书 这是日本的阿德勒心理学学家 案件一郎 他在台湾综艺本出版的一本新书 标题叫做为爱彷徨的勇气 他的副标题一定要把阿德勒点出来 那是阿德勒的幸福方法论 案件一郎 他现在在日本 乃至于在中文世界里面 已经变成了阿德勒心理学 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 他之前说写的被讨厌的勇气 在日本跟在台湾都变成了大畅销书 他这次再度用了阿德勒的心理学 要来谈的是一个聚焦 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对许许多的年轻人来说 甚至可能是人生某一个阶段 最大的考验 最大的难题 那就是恋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爱情 以及我们如何处理恋爱的问题 在书里面也是用阿德勒的概念 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观察 也就是阿德勒认为恋爱关系 之所以比其他关系困难 因为那是两个人之间的课题 更进一步的就是说 关于我们如何处理一个人的问题 我们如何自己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或者是由多人一起来完成的课题 我们都受过教导 但是偏偏是对于如何有两个人 来共同进行的课题 我们什么样 什么也没学过 这个话放到我们自己的现实的 台湾的环境里面 其实是非常非常贴切的 比如说长期以来 我们的小孩 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需要大部分你能够得到的教育 来自于学校 可是在学校教育里面 一个小孩从幼稚园开始念起 一直念到他 教育完成到他大学 至少上了16年 或者是18年的学校 可是在学校里面 到底都在学什么 学校里面会教你 有一部分 例如说学校的主要的功课 学校的功课教你 如何一个人做什么样的事情 一个人你要去读书 你要应付考试 你要写作业 那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另外学校里面是团体生活 所以团体生活 包括上体育课 或者是课外 许多课外的社团活动 那在教你什么 那在教你 由多人如何大家一起协同合作 你如何有得志体群的这个群域 你如何能够跟别人融入 大家一起来完成事情 可是偏偏有教你一个人做的 有教你多人做的 就是没有教你两个人做的 而两个人做的事情 尤其是恋爱 像恋爱这样的一个 在许多人生的关键的时刻 是最重要的事情 偏偏我们学校里面是不教的 因为恋爱两个人事情 就偏偏就是卡在 这个意识跟分类的 暧昧的地方 它绝对不是公共公开的事情 所以它不能用 得志体群的这个群域 的这个概念 来予以碰触 但是另外一边 恋爱又不是单纯的 个人的私事 个人的私事 那就是private 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一个人 你一个人 那我们一个人的私事 就是我们自己决定 自己处理就好 恋爱也不是 恋爱牵涉到另外一个人 所以在这样的形影底下 我们对于个人的 内在的这种cultivation 个人内在的培养跟训练 不牵涉到恋爱 那个多人团体的 共同的生活 也跟恋爱无关 所以呢 这个时候恋爱就变成了 人生当中最重要 却没有任何指导的一件事情 以至于到后来 所以阿德勒 然后岸监以狼 同样的告诉我们 为什么很多人 我们都会用这种方式 以为恋爱就是掉落 因为我们不知道 恋爱其实是需要被思考 需要被教导的 我们以为恋爱 他就是天上掉下来的 恋爱的关系 并没有比人生的其他的关系 更加的重要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把恋爱 就当作是生命的全部 一旦你把恋爱当作生命的全部 你就发生这个问题 那就是你就会忽略 人生的其他的关系 跟人生的其他的状态 如果发生了恋爱 优于其他人生课题 以至于你疏于处理其他课题 照阿德勒的这种心理学的看法 那就是我们误入的另外一个企图 这个另外一个企图就是 我们利用恋爱 作为轻忽爱情以外 其他课题的这种借口 我们会需要爱情 但是我们对于爱情 对于恋爱 跟我们所有其他的需要 会产生很不一样的问题跟麻烦 比如说你想要吃好的 你想要休息 你想要去旅行 你想要能够追求 去创作自己的照相 或者是自己的绘画 所有这种各种不同面向的 追求我们的欲望 对我们来说 我们就是所需要的是 去追求 它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冲动 你想要你想要 可是恋爱是你想要 却几乎是在同一个 第一个时间 它就会让你感觉到迟疑 因为你想要的是跟另外一个人 而且特定的一个人 明白的关系 那样的一个关系就不是你自己能够追求 你自己能够决定 你马上就碰到的一个大的问题是 你不了解对方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你 所以你害怕你自己的心意 如果不能够被对方接受的时候 就会遭到伤害 所以这是我们在面对恋爱的问题的时候 所遇到的最严重最大的问题 阿德勒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解答 这个解答就牵涉到 安静一郎 他所选择的这个书名 为爱彷徨的勇气 第一件事情是 你如果要爱 你必须要有勇气 没有勇气 事实上你就不可能能够面对爱情 爱情一定会有犹豫 一定会有彷徨 因为这不是你一个人 单方面你就能够能够掌握 你就能够控制的 可是阿德勒在讲这样的话的时候 那不是单纯的老生常谈 或者不是鼓励你说 那你只要有勇气 你去追求就对了 不 他还要更进一步的 要告诉你说 进入人际关系 之所以需要勇气 那是因为 你不知道你自己的心意 会不会被别人接受 会不会被对方接受 万一对方不接受 自己有可能 就会因此而受伤 可是这受伤 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于 如果对方不接受你 你会觉得 你作为一个人 你的价值被贬低了 或者是你会倒回来 痛苦的怀疑自己的价值 所以如果要进入到人际关系 要进入到爱情的关系里面 你所需要的勇气 可以从哪里来呢 阿德勒是直接的这样指引我们 只有你在认为你自己有价值的时候 你才具备勇气 所以你要先相信自己 或你就要先建立起 自己对自己的评价 换句话说 这又回到 阿德勒在他的心理学里面 最核心 最关键的一个概念 叫做自卑感 所以你要克服你的自卑感 人生很多的困扰跟问题 都来自于我们的自卑感 自卑感担心我们不像 我们自己希望的那么样的好 而且很怕 我们不够好的部分被揭穿 在这种状况底下 因为你的自卑感作祟 所以你为了要保护自己 你保护自己 原来如果不是自卑感作祟的话 真正积极有效的方法 是让自己变得跟你希望的一样好 换句话说 那应该是来自于 内在的一种正面的 乐观的力量 让自己变更好 可是当自卑感作祟 当自卑感在宰治你的时候 你所选择的是 负面的一种方式 那是逃避 意味着我尽量想办法 不要提醒我自己 不要让我自己 必须去面对 我没那么好的事实 所以这个时候 为什么我们会害怕 跟人来往 因为我们会害怕受伤 就是如果你对于 你自己爱的对象表白 却不能够被对方接受 当你心里面想的 这个可能性 你就会觉得 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就会倒过来厌恶自己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会变成了 对你来说 这就产生了一个 最大的一个阻碍 最大的阻力 你就不愿意去尝试这个关系 不愿意去冒这个危险 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勇气 那于是倒过来 你就永远都相信 你宁可接受 爱情不是自己可以改变 自己可以掌握 自己可以追求的 你只能在那里等 等到有一天 有人爱上你 所以换句话说 对于爱情 你就永远都采取一种 被动的态度 你永远想的是 你要如何被爱 你要如何接受爱 而不是你要如何去爱 这样的一种人 在《案件一郎》的书里面 所说的就是 所以他们的想法 就非常容易倾向于 我只愿意谈 有胜算的恋爱 所以他就会用 另外一种方式 对于爱情 表现他的犹豫 依照一般父母 养育孩子的方式 孩子们会知道 在竞争关系当中生存 是理所当然的 你有各式各样的竞争 光是兄弟姐妹之间 要竞争 同学之间要竞争 到了社会里面 当然你要竞争 接受这种教养的人 因为害怕在竞争当中失败 他认为非赢不可 所以就觉得 就算恋爱跟婚姻 在他内在的心里面 也用一种竞争的态度来对待 而偏偏 如果你用竞争的角度 来看待恋爱的话 恋爱是最没有把握 可以赢得胜利的 所以在这状况底下 越是竞争心高的人 他对于爱情 就感觉到越没有把握 越彷徨越害怕 也就越不敢 真正去赦神 可是如果你不涉入爱情 你不用一种主动的方式 去追求爱情 去处理爱情 人生的幸福 最关键的幸福 又能够从哪里来呢 我们休息一会儿 我来继续聊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FM93.1 AM1134 大家好 我是周志平 我来继继的智平 这个城市多么美 阳光空气闪河水 听见台北的声音 充满幸福的滋味 白陪Radio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造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iPhone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9点 回答播出到9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书是 《暗箭一郎的为爱彷徨的勇气》 副标题叫做《阿德勒的幸福方法论》 在书里面 《暗箭一郎》提了一个 非常有趣的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讲了对台湾的很多年轻人 可能你都会心里面被打到一下 因为这有可能 是你自己做过的事情 或者是你的朋友 熟悉的人里面有过的经验 他就讲说 曾经有一个女性的朋友 打电话告诉他 跟他说 他说我找人去算命 虽然说我可不可以 跟现在交往的对象 结婚 结婚会怎么样 结果呢 算命的告诉我说 不太好 让我大受打击 我连饭都吃不下去 所以会去算命 当你对一个人 你开始思考 想要跟他共同生活的时候 想要结婚的时候 会找人算命 而且会非常积极的 希望算命 想知道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这件事情 这是我们很多人都会做的 这个年轻的女性 因为困扰 所以他来找 暗言一郎帮忙 暗言一郎给他的方式是 首先他想要知道 为什么要去找人算命 看两个人应不应该 或者是可不可以结婚呢 所以他提了他的问题 他说那是因为你最近跟男朋友 有什么样的问题 交往的不太顺利吗 对方说没有 关系很好 那既然这样 那你为什么需要去算命 他就说 因为想结婚 然后呢 暗言一郎去说 所以去算了命 去发现 你可能没办法跟他结婚 他说对 好 那他就说 如果这不是跟朋友聊天 那这个儿子自相的话 我会想问他说 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他去算命 为什么要算命 暗言一郎跟我们 其实你稍微冷静一点 理性一下 你大概就知道 这个问题在哪里 这个问题是暗言一郎的比喻 说有一种想抢先知道 长篇小说结局的心情 意味着正因为你觉得 结婚是一件大事 所以你想要知道 你想要去除 结婚这件事情的不确定性 这也就是刚刚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一种人生的态度 一种竞争的人生的态度 你其实是因为胆怯 因为你不敢冒险 你想说 结婚这么重大的一件事情 我先得确定 我是会赢的 那你怎么样才能够确定 你是会赢的呢 你不会从自己如何去掌握这个婚姻 如何去经营这个婚姻 如何让这个爱情的关系 更明确 更滚 滚定 来着手 因为这个时候 你没有这种勇气 所以你希望说 最好我可以偷看一下 那这后面 命运 帮我准备了什么样的牌 所以你去找算命 就是希望 借由算命 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 换句话说 如果后面的结果不会是好的 你就不敢要了 你就不要了 然后如果你只有知道了 就像有一些人读长篇小说 读到一半 会忍不住 想要先知道这个小说的结局 然后甚至知道的结局 知道那个结局是怎么样 他反而可以 才能够安心的 继续读下去 所以这样的一种态度 也就意味着 如果那个结局 不像他现在所预期 所想象的那么好 那他是不是 就干脆 把这段感情 把这段关系给中断了 这是一种态度 可是案件一郎 试图要我们思考 或我们体会的 另外一种态度 就像是如果你读的这个长篇小说 是一个推理小说的话 那你先抢先 在阅读过程之前 先去看 那到底凶手是谁 犯人是谁 最后他会用什么方式被揭露 先看了推理小说的结局 这推理小说也就不用看了 这个是另外一种态度 人生正因为 我们不知道未来是如何 所以才有意思 这就是恋爱 案件一郎要提醒我们 我们应该思考的 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他接下来继续说 他对于那个年轻女性朋友的反应 他用一种 故意用那样一种 annoying的一种态度 跟他说 算命的说 结婚 结不成 或者是结婚不好 太棒了 当然人家一听说 你为什么跟我说太棒了 他说这有什么好的 他就跟他说明 他说 如果算命的说 你就是注定会跟他结婚 这个过程当中 你不会努力经营 跟他之间的关系 是吧 现在算命跟你说 结婚不会那么顺利 这个时候 你反而必须要弄清楚 你要弄清楚什么 你真的想要结婚吗 你真的想要跟这个人结婚吗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 你还想要跟他结婚的时候 这里你知道 你就必须做一些事情 去增进彼此的关系 换句话说 你必须要抗拒 算命所给予你的这个预言 你必须更努力 来把这个婚姻里面的各种不同的条件 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安静一郎要提醒我们是 我们面对恋爱 面对婚姻 我们最自然的一种方式 是彷徨跟辞疑 你要在恋爱跟婚姻当中 找出各式各样 彷徨跟辞疑的理由 太容易了 无所不在 爸爸妈妈家庭的态度 这是非常容易的一个来源 别人的看法 朋友的建议 这是另外一个来源 接下来 有一些现实的条件 这个收入如何 彼此互相之间的 这个工作跟职业 还有呢 他的家人 或者是他的生活里面 各式各样 安静一郎 他当然说 他要告诉我们是说 并不是说 我们可以不要考虑到这些因素 不过 并不是每一个有相同经历的人 都过一样的人生 更重要的是 人际关系并不是 这些因素全部加在一起 就能够决定的 恋爱或者是婚姻 顺利或者是不顺利 不是由过去 或者是现在的这些因素 加在一起算 就能够算得出来的 他还是一个 具有当下现实 以及未来性质的一件事情 所以对真心要经营 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人 你就不是 你就不能够从未来 而是你必须要想 我应该要具备一些 什么样的能力 我应该要具备一些 什么样的条件 来经营我自己的爱情 来追求我自己的幸福 所以这里面很关键的 他再度引用了 这个Eric Fromm 德国心理学家的 他的话 他说 所谓爱情的问题 在于一般人 以为是对象 而不是能力 爱虽然很简单 但要找到适合去爱的对象 或者是适合来为爱我的对象 很难 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这一段话来自于 From的一本重要的经典的书 大家可以在书室 在书店里面很容易找得到 叫做爱的艺术 可是在这本书里面 From重点他就是要讲 爱不是等待 不是选择对象 或等待对象 爱是一种艺术 关键的重点 不是要找到对象 而是你要具备有 爱人的能力 包括From的这本书 为什么叫做 爱的艺术 这个艺术 The Art of Loving 他讲艺术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是 把爱 爱的能力 当作是一门技术 跟所有的Art一样 From认为 你要去爱一个人 你要具备有这种能力 必须要付出努力 而且你应该要有知识 所以换句话说 爱不是自然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 天生就能够爱 然后就能够在爱情里面 得到你所要追求的 所以From提醒我们 爱牵涉到一套技术 爱如果是牵涉到技术 就需要知识跟努力 爱是一种快乐的感受 就像能否体验到 不是靠运气 而是要靠我们自己 自足的去向上构筑 所以这里面的比喻 是完全相反的比喻 我们一般认为 爱是陷入 是掉进到爱情 但是From要告诉我们 爱是要靠我们主观的能力 往外面去构筑的 如果你缺乏适当的方法 或者是技术 就算你爱一个人 那样的爱也无能为力 另外一方面缺乏爱意 当然如果你单纯只有技术 你没有爱 那也是会把这个技术 变成危险的工具 然后有很多可以检验 我们有没有能力爱 不管从阿德勒 或者是From 都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歧视 跟很多的提醒 例如说跟爱情非常非常密切相关的一种情绪 是嫉妒 可是阿德勒案件一朗 要告诉我们 嫉妒不是爱 甚至心存嫉妒的人 心里面根本没有爱 这个嫉妒是一种谋略式的技术 它是为了让别人关注自己 而玩弄的一种手段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只愿意 就是只追求的 你要的是对方关注你 如果对方把心思转到你以外的地方 你就会嫉妒 你就会愤怒 你就会憎恨 这其实不是爱 这是一种手段 这是一种手腕 而且是一种错误的手腕 如果你是用这种手腕 介入在你的爱情当中 不管你有多爱这个对方 这个结果都一定是坏的 那就是因为 你没有对的爱的方式 结果一定会产生 不断的争吵 乃至于接下来 一直不断的有愤恨 另外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 那就是愤怒会取消爱情 所有的爱都经不起 反反复复的愤怒的消磨 这些都一而再 再而三告诉我们 我们在所谓爱情的这个关系当中 因为大部分的人不去思考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所以当你爱情来的时候 这爱情很容易就会变成一个悲剧 因为你自己在心里面 在你的身体上面 你是没有准备的 你没有具备这样的知识 更重要 你没有这样的一种 态度上的准备 愿意去进行努力 所以你以为 我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我想要什么 我要怎么样反应 就是怎么样的反应 结果所有的这些 事实上只会让你远离爱情 为爱彷徨 的的确确是很多人 会遇到的问题 然后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至少按键一郎 沿着阿德勒 跟我们说了一些 或许你不见得 立即就能够想到的建议 值得大家参考 感谢您的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